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鏡日談 我是艾楚怡 23日至24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等兵力 在台島周邊開展聯合力艦2024A演習 此次演習的區域 除了圍繞台灣本島的5個區域 還包含了4個台灣外島的區域 東部戰區還發布了一組武器組合的海報 海報特別使用了繁體字 解放軍這次封島演習體現出來的新的特點 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如何震懾台獨以及外部的干涉勢力 在解放軍封島軍演的前一天 22日 中方宣布對12家長期對台軍售的美國軍工企業 以及10名高管採取反制措施 有分析指出 中方的此次反制措施的強度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方的反制又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軍事專家曹衛東先生做分析個點評 先來通過新聞短片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中國台灣937屆 這裡是中國管轄海域 我在此執行戰備警巡任務 你無權干涉 台獨分裂是對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壞 你們不要為台獨賣命 以武俱同 只有死路一條 如果你們執迷不悟 甚至干擾我行動 我將採取懲戒措施 堅決維護台海安全 937屆 是否明白 東部戰區還發布了組合海報越海殺器及視頻 稱艦指台獨的殺毒神器已就位 組合海報展示踹門神器殲20戰鬥機 炸彈卡車殲16重型多用途戰鬥機 中華神盾052D型導彈驅逐艦 登陸猛將071型綜合登陸艦 東風快遞 東風導彈 亮大管保遠鄉火戰術導彈 東部戰區表示 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強調戰區官兵常應在手 嚴正以待 這次解放軍的鳳島演習 兩天的時間 海陸空包括火箭軍是一起上陣 有關這個演習的區域是在台湾島的東部 北部和南部的三個方向的海空域 這三個方向的演習有什麼樣的含義呢 因為我們首先講任何的軍事演習 你都要從五點來觀測 第一點就是時間 這個演習的時間是在台灣地區的新的領導人 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以後 我們才舉行的 所以他的這個針對性 時間的針對性非常強 第二點就是演習的區域 就是您剛才講到的 就是為什麼是在台灣的周邊 那很顯然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 或者一些這個就是他的所謂 就職演說裡面的一些言論 在這個區域選擇 第三點呢就是他的演習規模非常大 聯合力見 他不但顯示了這個作戰的能力 而且他特別強調了 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他戰區主戰 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 包括我們就是信息支援部隊等等 這些部隊聯合的參加 形成一把利箭 就是體系作戰的這個意義 還有就是演習的具體科目 當然我們下面會聊到這個問題 還有呢就是你這個演習意圖是什麼 就是你軍事演習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訓練 才想達到某種軍事目的的 那他的這些演習裡面 包括了整個把台灣圍起來 實際上作為軍事上來講 它是一個海上的封鎖作戰 因為台灣島是一個非常大的島嶼 那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把它進行這種聯合的封鎖作戰 這是第一步 實際上呢它還預示著 還有下一步的 就是登島登陸的作戰 當然沒在這次軍事演習裡面 可能體現的那麼明顯 但是從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起碼它是把台灣島 就是四面全都 东西南北全都圍起來的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效果 那我們講為什麼走 台獨是死路一條 死路一條就是四面楚歌 東西南北 哪個方向都走不通的 所以你看把台灣島 是整個圍起來的 而且它是一個立體的 就是在這個 就是軍事行動中 從空中到水面 到水下 到陸地 全都是圍起來的 因為我們指的地面 主要是在導彈的 精確打擊的火力覆蓋之下 所以你看這次的演習 它的區域選擇 還有它演習的科目 還有它達到的意圖 非常明確 這次演習呢 除了是在台灣島周邊的 五個區域進行 同時還包括了金門島 馬祖島 烏丘域 東銀島周邊的海域 在台灣本島 包括這些外島 同時進行演習 您覺得釋放了什麼樣的信號 我覺得這有兩方面的內容 第一方面就是作為解放軍 進行這樣演習的時候 它主要是東部戰區 但是在這些島嶼附近演習的時候 它不但有解放軍 而且還有我們的海景 那體現了一個 就是解放軍與海景 它的相互配合 還有一個就是區域 過去好像對這些靠近大陸的 近海近岸的這些島嶼 當然雖然可能是台湯局 現在具體在上面 有一些兵員或者是人員控制著 而且他們過去在這些島嶼上 還畫了一個所謂的禁區 就禁止進入的區域 那現在這次演習就突破了這些禁區 就是不存在你所想定的 或者劃定的這個區域了 那這個在未來的時候 就是不但是這次演習的過程中 沒有什麼禁區 那演習結束之後 也就不存在這樣的禁區了 所以這個應該說 對這個台獨分裂勢力 是一種嚴正的警告 你過去比如說 它還有一點安全感 或者有個緩衝區 這次演習之後沒有了 那無論是解放軍 還是這個海景 都可能進入這樣的區域了 而且從演習啊 就軍事演習 它是為未來的作戰 或者軍事行動做鋪墊的 那在將來的時候 可能這些區域裡邊 也會就是對台島 進行整個封鎖的過程中 也是把這些區域作為封鎖 或者是這個登島登陸 或者執行軍事行動的這個對象了 所以通過這次的演習呢 可以說擴大了它的這種 就是演習的區域 同時代表了就是台獨分裂勢力 它的這種活動的空間 進一步為了擠壓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演習的科目設置啊 其中是包括了這個對海突擊 對陸打擊 防空反潛等科目 從這些科目上來看 是不是它的這個實戰意味 包括針對性的意味 都是非常強的 是的 因為我們開始講了這個演習啊 它實際上是一種戰略性的啊 甚至最起碼就是這些兵力的動員 也是一個戰役級的啊 這種軍事演習了 但是剛才你提到的這些具體的科目呢 實際上就属於戰術型的 因為我們講啊 我們從戰役的角度講 你現在要對台灣島 進行這種海上的封鎖作戰 那在你的封鎖過程中 你自己是要受到空中的飛機導彈的威脅的 甚至是水下的潛艇的打擊 或者是水面艦艇的攻擊 這都是你可能遇到的啊 相關的軍事威脅 那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在執行這種 就是戰役的任務過程中 空中來了飛機怎麼辦 你不就進行防空嗎 那底下有潛艇怎麼辦 你不就要進行反潛嗎 那麼陸地上有對你來襲的這些導彈 特別是像美國已經向台灣提供了 魚叉反潛導彈 它就是在岸邊機動的 射程也很遠的 那你要不要防啊 所以你要進行精確打擊吧 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具體的科目 都是在執行這次戰役演習中 可能會遇到的啊 這個實際的就是這種威脅 所以它一定要進行這種防空反導啊 還要進行這種反箭呢 就是包括反潛呢 這些演習都是未來實際上會遇到的 所以它要進行這樣的科目的演習 我們關注到有軍事專家就分析啊 解放軍的這次軍演是冷啟動 那冷啟動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我們講它講的冷啟動呢 可能是認為這次的演習呢 非常突然 因為從早晨七點多鐘一宣布就開始了 好像外界沒有什麼準備啊 這是第一點就是突然性 第二點呢就是這個規模很大 因為它不是一個小的演習啊 這麼大的就是陸海空三軍加上火箭軍 其他的支援部隊在這麼大的區域裡邊 突然就展開了 這個好像也是令對手或者是這個台島 足不及防 這個呢也可以說是一種突然性 還一個呢就是你的這個軍事能力啊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邊 就是神不知鬼不覺的 突然就這麼一個大的軍事行動就展開了 這說明你的一種能力 所以它可能把這種演習的方式啊 或者是出現的情況呢 認為就類似於我們電腦說的這個冷啟動吧 這麼一個情況 同時我們看到圍繞這次的演習啊 東部戰區呢 這次還發布了一個組合的海報 在海報當中是列出了六款 箭指台獨的神器 也有人叫做沙獨神器啊 我們留意到兩個細節 一個是在這個海報當中是用了繁體字 另外一個就是每款的神器 都有一個形容詞 你比如說踹門神器殲20 炸彈卡車殲16登陸猛將071 以及亮大環保遠香火 這些細節您怎麼來解讀 我覺得呢這個可以從軍事上來解讀一下 因為在現實當中啊 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還有西方的一些軍隊啊 他們都是唯武器論的 就是誰的武器先進 誰的武器好 誰就能夠打贏 但在現實中呢 並非如此 所以我覺得這個海報呢 是給他們一個什麼警示呢 就是現在台當局或者台灣地區啊 你的這些軍隊所擁有的武器裝備 你不是要比嗎 你有的 我都有 你看中國人民解放軍 他所裝備的武器裝備 就是同樣性能或者作戰能力的武器裝備 台灣軍隊有的 台灣地區軍隊有的 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有 那我現在海報做出來一個什麼呢 你沒有的 我也有 你看這個殲20 屬於是隱身的戰機 台灣沒有 你看這個 他說的炸彈卡車 殲16 是一種多用途的戰機 台灣當局也沒有 像052D型的導彈驅逐艦 這種大噸位的海上的艦鐵 既可以防空 又可以對陸攻擊 還可以反艦的 那台灣當局也沒有 包括他後面講的東風系列的導彈 還有像這個遠程火箭炮 這些武器裝備 台當局都沒有 那就是 如果你唯武器論的說 唯武器論啊 這樣的觀點 來就是指揮或者指導 作戰的話 那你要台灣官兵 或者是台當局的這個領導者 就新當任的這些領導者 看了之後 那不就喪失信心嗎 對不對 你打不贏啊 那人家的武器裝備 比你好得多 當然我們的這個網友 或者是說製造這個廣告的人 也想的很周全啊 因為台灣地區它使用的是繁體字 所以我看那個廣告上用的都是這個繁體字 所以也不用解讀了啊 就你自己看就一目了然了 還有一個呢 它確確實實很貼切 形容的很貼切 你比如說 它講踹門神器 為什麼講踹門神器呢 隱身飛機啊 你沒發現呢 打過來了 打了之後走了 你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啊 你像這個 它說的炸彈卡車 那殲16確實 載彈量很大的 而且還可以進行電子作戰 就是這個多用途的這種做法 你像這個 剛才我們還介紹過 遠車火箭炮 說管保 它的這個造架 要比導彈呢 低得多 因為導彈打出去之後 它上面的這些引導頭 雷打全都一次性毀掉了 所以它的這個成本 應該說很高 但是遠車火箭炮 它的這個射程遠 可是它的火力覆蓋的 面大也很精準 那它可不是這種 就是一旦打出去之後 它的這個作戰的威力 那就非常大呀 所以從這張 就是宣傳圖來講 實際上就震慑了 態度分裂勢力 就是你的武器裝備 別看有一些 是從美國進口的 你也自己研發了一些 所謂的武器裝備 但是你如果進行這樣的比較 無論在體系對抗的性能上 還有數量上 你都是躺臂躺車 除此之外呢 這次演習啊 還有一個之前 沒有出現過的一個安排 就是我們的中國海警 也組織這個艦艇編隊 在烏丘渝 還有東銀島附近的海域 展開了一個執法的行動 那解放軍 包括我們的中國海警 同時出動 同一個時間出動 您覺得釋放了什麼樣的信號呢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有兩點的考量啊 第一個 就是在軍事行動的時候啊 但是呢 會不會出現一些 就是咱們講的 就是非戰爭軍事行動 比如說海警啊 它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主要是打擊什麼呢 走私販毒 恐怖襲擊 這類的活動 這類的活動 或者是干擾我們 漁業生產 或者是貿易 因為它活動的範圍呢 主要是近海近岸 那在執行軍事行動的時候 在這些近海近岸 會不會同時發生一些 有的人 或者是有的地區 它組織一些什麼呢 就是借機 給你來個恐襲啊 恐怖襲擊啊 給你來一個這個趁事 咱們犯犯毒 走走私 給你就是浑水摸魚啊 類似於海盜啊 這種行動啊 所以這個海警 必須在這個區域裡面 加大它的防範的力度啊 就是我們一方面 要執行相關的軍事行動 但是也要防止 其他的啊 就是次生的 這些情況問題的發生 這是一個 再一個呢 就是海警 它也同時 就是執行著 這種維護國家海上安全啊 還有就是近海近岸的 這些安全問題的 就是防範或者是打擊啊 因為我們已經給海警啊 就是應該說還擊 動用武力的權利了 這是海警法 已經明確的規定了 就是如果你侵犯我的領海 這個就是或者是主權的話 海警它現在有小口徑的火炮 是有槍的 它是可以 就是對方要向你開槍 侵犯中國的這個主權 領海的時候 你是可以開槍開炮的 所以在這個執行軍事行動中 如果有這樣的行為 它也是可以參與進來的啊 所以它也是 我們就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啊 反台獨的 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那這個從中國人民解放軍 加上海警這兩支啊 力量來共同的執行這樣的任務 你看這個一個是區域 可以扩得更大 還一個呢 就是包括的這些項目範圍 可以更廣 那一旦出現了 就是一些 比如說不需要解放軍 去用它的導彈 去用它的這種大口徑的火炮 去完成的任務 那海警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從這個方面講呢 也是一種新的探索 或者是說新的嘗試吧 我們注意到這次演習的代號 是聯合力艦2024A 那是否意味著像這種封倒演習 解放軍懲戒性的封倒演習 之後是不是會持續 包括力度跟規模 會不會越來越大 我覺得就是這個用英文字母A 來表示演習呢 確實好像過去不常用 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使用過這種方式 一般我們都是一個名詞 比如說聯合力艦 然後有一個代號2024 即使是第一次演習 他也用一個1 就是阿拉伯數字 或者用這個我們說 漢語的甲以炳丁的甲 很少用英文字母A 那這次為什麼要用A呢 作為英文字母 它是第一個 那從排序上是第一次 還有一個呢 就是從這個國外啊 或者是這個西方啊 他的演習中呢 他有一個代號 那我們用一個A字 可以表示against的反對 還有一個attack攻擊 那我們這次的演習 很明顯是反對台獨的 我們這次的軍事行動 很明顯是一個進攻性的作戰 那這個A我想也可以警告一些 域外的勢力 這次我們的軍事演習 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 因為東部戰區本身就是一個聯合作戰嘛 再一個 它是2024年的第一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因為我們前面也講了 它是在台灣地區的新的領導人 發表了就職演說以後 我們進行的這種演習 針對性非常強 那這個強就體現在反對台獨 就是一個A 還有一個我就是要 就是如果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你不去向兩岸和平統一 這個方向去走 一定要這個夕陽自重的話 那我們也就attack 我們就攻擊 沒有說不使用軍事力量解決問題的 沒做這種承諾 所以這個A也顯示了 我們就是維護兩岸一定要統一 一定要就是向一個中國方向發展的 這個決心和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A呢 有多重的意思 當然就是您剛才提到了 會不會將來這個演習 或者這種類型的演習越來越多 而且會規模越來越大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如果台獨分裂勢力 他能夠意識到 他這是死路一條 他懸崖勒馬的話 那這種演習可能就會減少 規模也會縮小 但是你繼續向紅線來觸碰 或者是說你繼續向分裂 這條道路上去走 那這個演習就可能會出現 後續的更多的 更大規模的這種軍事演習 好 先謝謝曹先生點評分析 下節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中國外交部宣布 對12家長期對台軍售的 美國軍工企業 以及10名高管採取反制措施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一會見 新聞記事壇歡迎您回來 中國外交部22號宣布 對12家美國軍工企業 以及10名高級管理人員 採取反制措施 中國外交部網站22號公布 關於對美國軍工企業 及高級管理人員 採取反制措施的決定 決定指出 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無視中方在烏克蘭危機上的 客觀公正立場和建設性作用 以所謂涉俄羅斯因素為由 對多家中國實體濫失非法單邊制裁 大搞單邊霸凌和經濟脅迫 嚴重侵犯中方企業 機構和個人正當合法權益 同時 美國持續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外國制裁法規定 中方決定 即日起對洛克希德馬丁 導彈與火控公司 雷神導彈系統公司 等12家美國軍工企業 採取反制措施 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 對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董事長 首席執行官 總裁凱西沃登 以及通用動力公司副總裁 通用動力軍械與戰術系統公司總裁 菲拉特 蓋登等 10名高級管理人員 不予簽發簽證 不准入境 包括香港 澳門 剛剛這個新聞短片當中提到了 涉及到了像這個洛克希德馬丁 雷神 還有這個通用動力 三家美國軍工巨頭的分公司 這幾個軍工企業 是怎麼參與到對台軍售的呢 因為我們看到台當局 實際上從美國購買了大量的武器裝備 比如說這個F-16戰機 魚叉反艦導彈 M-11 A-12或者A-1這種 埃布拉姆斯坦克 包括其他的 就是愛國者防空反導系統啊 這些都是美國的武器裝備 而這三家公司呢 實際上都參與了這些武器裝備的製造 你比如說洛馬公司 還有這個雷神公司都參加了 就是愛國者防空反導系統的這個製造 那他現在製造了這樣的武器裝備 把它賣給台當局 那是不是對中國的這個內政 或者是說對兩岸的這關系的一種破壞呢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兩家公司起碼是 就是愛國者防空反導系統 再有一個就是F-16戰機啊 不但賣給他F-16戰機 還給他的雷達升級啊 賣給他一些就是超市距的 這種空空導彈或者空對地的導彈 那也是這個洛馬公司幹的 還有就是MQ-9這種 就是對海上偵察監視的這種無人機 通用公司參加了 還有一些導彈 那這些公司 你們製造了這些武器裝備啊 向台灣地區出售 你是違反中美之間三個聯合公報的呀 而且你起的這種作用 完全是破壞兩岸的關係 破壞中美之間的關係的 所以對你這樣的行為 中國當然要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了 所以有分析認為呢 中邦這一次反制的一個對象啊 主要是長期對台軍售的美國起義 而且這個力度是前所未有 前所空前的 您怎麼來解讀呢 因為啊這個美國呀 它由於是一個世界上的這個 處於一個霸權地位的啊 這麼一個國家 那它的行事風格呢 就是我們經常講的 只許周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用美國人的話說呢 就是美國人能幹的事 你不能學 美國人說的話 你得去做 那這樣的行事風格 你對中國啊 是行不通的呀 所以你現在長期的 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破壞了中美之間的 這個正常的關係 那你現在這樣去做 我們講外交上啊 它有一個重要的原則 就是對等的原則 那你現在這樣對待我 那我也要這樣對待你啊 就是你制裁我 你封鎖我 那我也要對你的相關的企業和人員 進行相關的這個制裁 而且我覺得就個人我個人 跟美國人打交道的時候啊 就覺得美國人呢 是吃硬不吃軟 為什麼呢 他把你做出的一些忍讓 或者是一些善意的舉動 他看作你軟弱好欺 他是這樣對待你的 所以你要是不給他一點顏色看 你要是不是采用外交上的 對等的方式 你採取忍讓 他就得寸進尺 所以我覺得呢 中國人今後跟他們打交道 就是要抓住他這一點 他吃硬不吃軟 你怎麼對待我 我就怎麼對待你 咱們要合作就共贏 咱們要對抗奉陪到底 所以這次的反制可能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措施 陸續地來出台 那如果美國接下來繼續對台軍售 美台的這種軍事勾連 不斷地升級的話 中方還有哪些反制措施呢 我覺得呀 就是從外交上講啊 我們是講對等的 你美國怎麼制裁中國 或者封鎖中國大陸啊 那我們對你美國的這些公司 或者是高管這些人員 我們也進行相應的反制的措施 但是呢 作為軍事人員 或者是軍事力量而言 那我們現在看到 從5月1號到5月30號 莫斯科在 就是這個俄羅斯啊 在莫斯科舉行了一個 就是西方的 特別是北約的武器裝備展 全是從俄乌戰場上 繳獲的武器裝備 美國的埃布拉姆斯 這樣的先進的重型坦克 德國的鮑爾坦克 這個英國的哈士奇 這種戰車 全是北約先進的武器裝備 全在戰場上被繳獲了 擺在那了 那我們講 這個現在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 全都是依靠我們國家 獨立自主 自力更生 研發出來的 它不依賴任何的國家 那反過來說 如果台獨分裂勢力 它一定要從美國 購買這樣的武器裝備 一定要斜揚自重 一定要走分裂的道路 那我們將來就戰場上比拼吧 好 非常感謝曹先生今天帶來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記事談 再會